這次來介紹如果透過手機App註冊百度帳號 因為百度的金管比較嚴格 所以只能透過他們旗下的某些特定App才能成功註冊 那進入我測試百度旗下的十多款App 目前發現有三款App是能順利註冊的 那我會以成功率最高的如流來做這整個流程的示範 剩下兩個App我會簡單帶過註冊流程 首先我們先去下載如流 iPhone可以直接在商店裡取得 安卓的話要從他們的官網下載APK 直接按普通下載 保留 人要下載 通常會問你要不要安裝這個外來App 照我這樣操作就可以了 進到App後點擊左下角的註冊 選擇台灣號碼的加886 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然後最前面的0要去掉 我選同意後點擊註冊 如果有正常倒數沒有顯示紅字的話 代表成功發送簡訊 接著輸入手機收到的驗證碼就完成 再來演示一下其他兩個App的註冊流程 我們去下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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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這次的註冊 先走 有這些註冊 我們去下載 我們去下載 下載 如果一直跳出紅字可以換另外一個APP試試看或是在不同時間段進行註冊 這份數據是來自某篇Dcard文章下成功註冊者的回報 可以發現大多數成功的人都是在深夜或是凌晨時段註冊的 所以推薦可以在晚上12點的時候進行註冊成功率會是最高